12月11日 成都市皮都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称 从当日18点开始 全面开展全区全员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 确保不漏一人 当晚 记者来到成都市皮都区团结街道直击当地民众核酸检测 当晚8时 记者在团结街道学府社区美乐广场点位看到 现场已站满排队等候核酸检测的民众 当中既有年过七旬的老人 也有尚不足一岁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婴儿 维持持续的工作人员手持话筒 身边的音响不断传出呼叫名字的声音 在皮都区泰河村村委会大院 检测工作也在紧张有序进行 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熟练地为民众做阴湿子采样 他们佩戴的透明面造内侧结满水珠 据现场观察 检测一位民众的平均时间在10秒钟左右 只见医护人员从密封袋内抽出一根长约10厘米的棉签 随后轻轻伸进检测对象口中 摆动几下后快速抽出 每做完一粒检查 他们还要用消毒液为乳胶手套消毒 这次采取的是用烟石子 深入它的扁桃体两侧一圈 采取它的每个点位六个医务人员 然后今天晚上负责把这个村的全部一起核酸检测完 不辛苦 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开心 能帮到大家吧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然后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志愿者罗元月现场协助医护人员做信息登记 他用手机一一拍下检测对象的身份证并上传至微信小程序 系统自动读取姓名 出身年月 身份证号等信息 以确保身份信息与检测调新码身份一致 就是帮他们录入那个核酸检测人员的信息 基本信息 什么身份证信息 我们要把十个人的那个信息录入在一个瓶子里面 他们检测之后那个唾液就放在那里面 然后呢 去检测 它是一个大编码里面一个瓶子里面装了十个人 十个人为一组 十个人一个编码 这个瓶子里面有一个成为阳性的 那这十个人里 十个人全部都要回来重新再测一遍 它这个十个人一组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皮都区团结街道太河村党委书记冷知心表示 该村委会点位大概是一千三百人 凌晨一时到二时 太河村区域就能全部完成检测 这一段节目是因为今天晚上就全部把检测完毕 全部把所有的区域之内硬检检检 从我们目前的地方看的话 大概就是凌晨可能一点多钟 两点左右 但我们太河村区域应该是全部完成 我们通过我们的队长 我们的院落长 以及我们网格员 我们发动各方力量 必须要保证硬检检检 不留意人 确保本地区域安全 做完核酸检测的太河村村民戴冲良说 今年春节后 疫情在当地比较平稳 医护人员不值辛苦 熬夜为大家做检测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感觉挺感动的 因为这个他们以前工作在 不值辛苦 我给一下也为大家的面全 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我还是感受到温暖 那种关爱 所以说作为每一个市民都应该结局的配合 其实我觉得这个疫情 从去年 就是春节的时候 接近一年来说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感觉了比较平稳 我觉得我们国家来说 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能力 能够战胜这个疫情 所以还是我们匹都加油 成都加油 四川加油 中贵加油 大家已经可以种之称称 战胜这个疫情 就是我们每个市民 觉得有这个信心 相信我们中国有这个能力 据悉 匹都区团结街道43个点位 预计检测人数 10万9930人 从12月11日晚 至12日早期时 已减9万余人 数据正在进一步统计中 所有检测点一直正常检测中 预计当日12时可全部检测完毕